大家好,我是美食阿鹏 炸酱面好吃,它的灵魂当然是炸酱 怎样在家能够吃到正宗 家乡味十足的炸酱面呢 其实做法很简单 那就跟着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先准备两把香菇放入碗中 再倒入多一些的开水 把香菇泡开 再准备一节大葱 切成葱花 小料我们可以多准备一些 再准备一块生姜 切成姜末 再准备一些大蒜 剁成蒜末 全部切好以后 放入盘中 准备一块五花肉 先切成小块 然后再剁成肉末 肉末我们尽量手工剁 这样吃起来更香 剁好之后 放入盘中备用 这时候把泡好的香菇 先切成细丝 然后切成香菇丁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 接下来起锅烧油 油温五成 把肉馅放进来 把肉末炒散 炒至发白变色 炒好之后 把小料全部倒进来 把小料炒出香味 接着再加入一盖花雕酒 花雕酒可以提香 让肉吃起来更香 炒好之后 加入一些甜面酱 再加入一些黄豆酱 再把切好的香菇也放进来 翻炒均匀 把所有的食材炒至混合在一起 接着再加入一碗清水 加入一点老抽上色 再加入一些松鲜鲜生抽 再加入一些松鲜鲜鲫鲸 搅拌均匀 开小火 把炸酱熬上10分钟左右 最后熬至酱油分离的状态 哇 这个炸酱太香了 满污渍飘香 平时拌面条 配馒头 吃起来 开胃下饭 超过瘾 看完我的视频 记得给阿鹏 点赞关注 评论转发 下个视频 再见